大家好,快樂的開果時光又來了 我來介紹我們在台灣的榴槤蜜 這個榴槤蜜,這個是波羅蜜 這兩種都是東南亞熱帶的水果 但是台灣很大部分的地區在北迴歸線一北 那我們要如何享受製造美味的榴槤蜜呢 那秘訣,我們來看喔,這是榴槤蜜的外觀 這是波羅蜜的外觀,來 這是,這一株是波羅蜜,這一株是榴槤蜜 榴槤蜜這邊有絨毛喔,這邊有絨毛 那我們要把波羅蜜當山木,榴槤蜜當街碎 這個,兩株喔,現在是靠接在一起的聯理枝啊 那我們要把它如何變成一隻 那這個是植物存活的技巧 那我下一次再詳細的介紹 那我們來開果囉 這個是波羅蜜,這也是好的波羅蜜喔 這變種的齁,這個算是乾包的波羅蜜 那這個是在台灣的榴槤蜜,好,我們開果齁 哇,融融的香味齁,我們開果,我就是最喜歡這種開果的樂趣啦 哇,這顆榴槤蜜好像也很成熟 很棒的榴槤蜜喔 來,我們來看榴槤蜜的表現齁 為什麼榴槤蜜的香味這麼迷人齁 這個東南亞齁,這個叫 榴槤蜜不樂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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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,好漂亮好美味喔 來,開果展現給大家看一下就好 好,來,鏡頭可以近一點 我們這邊給它,好,近拍個特寫 然後我要開,我們的,我們的波羅蜜 好,讓大家比較一下 這是我們的波羅蜜喔 這是乾包的 乾包的波羅蜜,來 比較一下 我們的波羅蜜就是有一點乳汁 有一點乳汁 吃起來脆脆的 好,那我們先介紹到這邊 MV 感謝